我生不生气我也不会不管你啊 又一个忙碌到飞起的周末 晚上11点 许红豆被谢之遥抱着走出浴室放到床上的一瞬间 几乎完成了秒睡的高难度动作 谢之遥看着她裹在被子里的牛奶一样白皙的小脸 心疼的皱眉 认识她的时候只觉得她无比佛系 任何时候都那么云淡风轻 可是没想到工作起来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娘 许红豆你都结婚了 你这样拼我会心疼的 她柔声道尽管她已经睡熟了 第二天许红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半 天呐谢之遥你为什么不叫我 她迅速起床 为什么要叫你 谢之遥手里断着热牛奶 斜斜的靠在门口唇角带笑 我要去寻店 帮你寻过了 她扬眉 昨天有几个客人提到的问题 娜娜已经解决了 她微笑 本周的计划 许红豆 她走近 毛子离得这样近 深邃的仿若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老婆 你放心 都弄好了 现在把这个喝了 一杯温热的牛奶被放到了她的手心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属于早晨的微凉的甜吻 好 她喝着牛奶 谢之遥已经帮她把衣服拿了过来 左边的 还是右边 她甜甜一笑 又变的 然后 懒懒地任由她帮她穿好衣服 作为无微不至的奖励 她送上了长长的一吻 你今天奇奇怪怪的 她用手指画着老公的眉毛 看她 跟我来 谢之遥将她的手握在了手里 一起下楼 楼下 车子已经备好了 司机微笑着坐在车里 等了好久的样子 去哪里 她疑惑 你要出差 我怎么不知道 不是我 是 我们 她微笑着纠正 出去晚几天 顺便陪着你回娘家 啊 她惊呆了 旋即一下跳起 抱着她的脖子 甜笑 老公 真的吗 可是这也太突然了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 她说 亲爱的老婆 行李箱都放车里了 现在 离飞机起飞 还有一个小时 她灿然一笑 周围的阳光 都跟着璀璨起来 那 她眸中一抹炼焰的波光 老公 你真的太伟大了 老婆 就不要给我戴高帽了 我们出发 她来了个帅气的 开路的手势 许红豆立刻放开老公 自觉上车坐好 那就出发 她笑着将她搂进了地弯里 自作主张 不怪我吗 那 你的解释是 她问 你最初来这里的初衷 就是今天外出的理由 可以吗 老婆 她看向她 她还是那么美 美得一如初见的那一刻 她忘了那天 有没有阳光 可是 她一直觉得 她出现的那一刻 闪烁的 她都睁不开眼 她温柔一笑 懂了 谢谢你 谢之遥 车开起来了 顺着海边飘带一般的公路 伸向远方 坐在飞机上 她笑着握住她的手 你知道吗 我今天顿悟了一件事 我们的名字 合在一起 可以这样解释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颗红豆豆 再有风的地方 落地生根 沐浴着阳光雨露 发芽长大 长成参天大树 怎么样 雪红豆抬起毛子看她 谢之遥 我真的没有发现 我的老公还是个文艺系的村草 某人被老婆夸奖 十分得意 老婆 关于我 你要好好挖掘 然后你会发现 我是个宝藏了 好 我的宝藏老公 她眸中闪闪发亮 睡吧 她揉揉她的头发 那你一会儿叫我 她温柔道 她笑着进入梦乡 不过一转眼 又会看见繁华的高楼大厦 其实 在雪红豆的眼里 无论是田园乡村 还是繁华都市 只要有风有暖有爱 就是诗和远方 而此刻 她都有 对雪红豆而言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她在酒店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职业素养一项很高的红豆 像往常一样早早到了单位 一边交接工作 一边不忘站好最后一半岗 今天需要经理处理的各项事宜 她都亲力亲为 甚至到了下班时间 她还在忙碌 前台小妹 琳琳是她一手培养起来的 现在刚升到了客服主管 她很怀念红豆姐在的日子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她轻易地挽起红豆的胳膊 要送她最后一程 就送到更衣室 红豆姐 你千万别拒绝我 Lily可怜巴巴地撅着小嘴 红豆笑着任她挽着 两人没走多远 Lily就接到了电话 什么 1508的客人投诉 隔壁装修声音很吵 隔壁没有装修啊 那是日常维修而已 你这边处理一下不就行了 什么 必须要经理本人去 Lily为难地看着红豆 经理本人马上就要下班了 而且是彻底下班 新任经理还没到岗 目前是Lily暂为代管 红豆对Lily点点头 接过了手机 我去 Lily不放心 也跟了过去 1508的房门没锁 经过客人允许后 两人进了房间 Lily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床上的黑脸男人 人高马大 肌肉结实 看起来很不好惹的样子 她正要微信通知保安 红豆按住了她 拥着她的肩膀 把她推到了门外 这里交给我就好 没事的 客人不会再投诉了 可是红豆姐 没事 我完事就给你发信息 然后我就下班了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关上房门 许红斗定了定神 脸上挂起标准的职业微笑 缓缓朝客人走去 刚才还坐在床上满脸黑线的客人 此时也站起身来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黑丝包裹的玉腿 鸟鸟前行 高跟鞋在木地板上 敲出哒哒的声音 每一声都好像敲在她的心上 男人心律不受控制的飙升 红豆走到客人面前 你们偏头倾笑 先生 你好 我是这家酒店的前台经理许红豆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她装不下去了 任心底的狂喜 肆意在脸上蔓延 是的 她永远都是这样 一看见 她就忍不住嘴角裂到耳根 好看 她喃喃道 眼神在她身上放肆穿梭 这就是你平时工作穿的衣服 对呀 她配合着她的好奇心 360度旋转着 黑色西装套裙 黑色丝袜 黑色高跟鞋的硬朗直叶感 全被她耳边的一缕绣发中和了 更何况 她问候她的时候 打的是官腔 用的却是对男朋友说话的软弱语调 柔柔的 声带无需震动 像风一样的声音 就可以无孔不入 钻入她的耳朵 钻入她的眼睛 钻入她的心 在里面吹得她心痒难耐 两手一伸 她还上了她的腰 她猝不及防地 撞进了她怀里 先吻为静 这是最好的属于 情人之间的见面礼 没有之一 她却推开了她 义正言辞 这是客人 注意影响 在单位呢 最喜欢她一本正经的样子了 她越是正经 她就越想那些不正经的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面对着她 她心里只剩下不正经的事了 然而 正事她还是没忘 趁现在还有一丝理智上存 她赶紧进入正题 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还记得吗 许红豆亲拧双唇 若有所思地把视线投向别处 就不看她 就连说话也是顾左右而言 她 今天是国际不打小孩日 她摇头 那 今天是我最后一个工作日 她这是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她听不下去了 做事要亲她 却被一根鲜鲜玉纸封印了 我记得 但是我就想听你说 她笑着 人已经软到不行 像一条柔滑的缎带挂在她身上 脸颊慵懒地贴着她的锁骨 嘴唇还在对着她的脖梗 有一下眉下地吹着风 她真是讨厌 明知道她怕痒 却总是各种吹她 她就喜欢她这么讨厌 她饶有欣慰地观察着她的喉结上下滚动 脸上扶起一个微笑 缓缓抬起雨扇板的睫毛 水汪汪的眼睛里全是她 要溺死在她的两汪秋水里了 她哑声道 今天是能能亲X个月纪念日 她笑了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瞬间 她又恢复了严肃的职场丽人的表情 一手扶着她的肩膀 一手伸向脑后扯掉了绑头发的发圈 她摇晃着头 让摆脱了束缚的长卷发舒展开来 发丝的运动把阵阵发香传到了她的笔腔 玫瑰花香洗发水 蜂蜜沐浴露 她贪恋地嗅着她的发 她的颈一路向下和你一样的味道呀 她娇声道 她不想听她说话了 她想听她的另外一种美妙的声音 只属于她的 砰砰砰 两人刚倒在床上的时候 突然有人疯狂砸门 和室内以你的气氛截然不同的是 门外之人的发言充满了正义感 谢先生请自重 如果你现在不马上开门 我们就要冲进去了 谢先生见在弦上又不得不悬崖勒马 她满头大汉 焦急无奈问身下的人 许经理 怎么你们酒店还要查房吗 我们可还没有结婚证呢 万一他们把我当成 不会的 你先下来 我去应付他们 她给了她一个安抚吻 上面下面个一个 然后给她盖好了被子 披着玉袍去开门 可怜的谢先生 藏进衣柜里的心都有了 明明是和女朋友约会 怎么搞得像是小三被捉这样 许红豆一开门 门外的Lily就愣住了 刚才许经理和自己进来的时候 明明还是衣冠楚楚 怎么现在成了这样 头发蓬乱 玉袍胡乱裹在身上 Lily把身后的保安网边上推了推 自己用身子挡住了她的视线 凑近许红豆一道 红豆姐 你怎么了 我等你信息好久没等到 担心出了意外 里面的客人是不是衣冠禽兽 你千万别怕 我这就打电话叫人来 然后报警 她没把你怎么样吧 许红豆搏梗上 红色的斑斑点点触目惊心 Lily心都碎了 都怪自己 来晚了 让坏蛋得逞了 想到这里 Lily撸起袖子就想冲进去 红豆费了好大力气才拦住她 红豆说 里面那位谢先生啊 是我男朋友 Lily 啊 明天就不是了 屋里的男人惊叫道 Lily看着气定神闲的红豆姐 听着男人哀怨的语气 心想 这是 分手抛 呃 自己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Lily干大地对保安挥挥手 示意她快走 红豆仿佛看出她丰富的内心系 笑着对她说 明天我们就要领证了 Lily松了一口气 给了红豆姐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二二雷特 谢先生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 我还得去她工服呢 不想让你走 她牢牢地鼓着她 不停地吻着她的脸 她的耳朵 她的这里那里 上次两人这样的亲密 已经是三个月前了 谢之谣啊 谢之谣 大学毕业就一直光棍 过了儿立之年 怎么这三个月就过不了了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啊 她严肃地瞪着她 好吧好吧 我帮你更衣 她说 在熟悉了酒店工作服的 里里歪歪的构造后 她长叹一声 幸亏以后你做民宿老板娘 不用穿成这样 她系着扣子 忍着笑 为什么 非要让我说吗 她愤愤地帮她穿黑丝袜 一寸一寸往上捋 哎 谢之谣 你怎么又把我袜子脱了 受不了了 后来 许经理实在是没办法 把功夫交给了Lily 委托她还给酒店 谢先生耽搁了她太久时间了 男人啊 真是务事啊 真是务事啊